看大江大河 探岁月如歌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好吗 大江大河3 岁月如歌 我刚刚看完 因为最近实在太忙了 也没有时间 然后往电视前都一坐就老睡着 因为太困了 今天终于看完了 最后两集还是让我感慨万千 大江大河3最后豆瓣评分 从开分的8.5调到了8.1 很多人都说是烂尾了 我个人也认为它的结尾过于仓促 过于理想化 但是不妨碍123三部曲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阿奈的这部小说加上整个的这部电视剧 我觉得都是用心制作的非常优秀的作品 都是精品 前两天我们看董雨辉和张艺谋的访谈 张艺谋也说了 史诗作品要怎么拍 就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大江大河就是一部年代史诗 写的是岁月如歌 时代变迁 其实讲的都是一个一个真实的 好像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一个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小人物的命运在时代激荡下的起起伏伏 更能抓住每一个关注的心 比如像繁华描写的就是大时代下的上海人 一个一个活灵活先的上海人在那个时代下的故事 大江大河这部作品 一二三部加上原著小说 就格局更大 事业更高 更加的高屋建领 更加的具有时代意义 因为他讲的是整个的中国 他三个男主三条主线 宋运 雷东宝 杨循 代表的是三个完全不同群体的命运 虽然他们都是从小雷家村走出来的 宋运辉通过考学 通过上学知识改变命运 杨循通过自己出来做生意 走上了个体经济 靠自己改变命运 雷东宝在农村带着乡亲们 搞改革 搞集体经济 搞乡镇企业改变命运 这是三条非常明细的主线 而且每一条主线 他们的命运的跌宕起伏 都非常的抓人 三个演员选得非常之好 我也觉得这是这三位演员的 职业生涯里面的代表作之一了 像王凯的宋运辉 几乎就是像汉在他身上一样 我现在看见他 我就觉得他像宋运辉 而且他的气质 在这三部之中是非常统一的 完成的非常的好 而且他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 那种书卷气 是从始至终都留在宋运辉身上 宋运辉这个角色 肯定会有人说 在第三部里面过于高大权了 没错 确实过于高大权了 但是你从整个三部曲来看 你从整个小说来看 这个人物是非常完整的 他的性格始终就是如此 他就是眼里不如沙子 他就是完全靠着过硬的技术 不断的学习 高超的演技 从不同流合物 出于你而不然 在那个时代 就这么一步一步的 从技术型干部 走上了重要的管理岗位 在那个时代 是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干部的 就像我们当初看人世间也会觉得里面有那种白月光一般的干部 可能现在少了 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有 所以并不虚构 他反映这个人物很完整 杨巡这个人物我也很喜欢 杨巡就真正的是像极了千千万万个 没有机会去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普通人 当倒爷 当倒爷 做小买卖 什么挣钱做什么 没有什么原则 底线比较灵活 属于那种投机商人 但是他身上那种热血 他身上那种永不服输的精神 又是那个时代赋予很多年轻人的 必不可少的品质 打不倒我的 不管我倒下去多少次 我一定会再站起来 这就是那个时代赋予年轻人的精气神 雷东宝这个人物是最为复杂的 他其实在第一部里 他跟宋运平的爱情是描写的非常的美好的 然后整个的悲剧故事 导致的当时承诺终身不取 这个情感冲突在第一部里是非常好的 然后演宋运平的童谣也拿了很多奖 雷东宝这个角色塑造的也很好 在第二部里 他跟大嫂的感情线推进的也很好 所以一切水到渠成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而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宋运辉的不理解 那整个雷东宝的事业线也是非常的轻易 因为他有三部曲 他有大量的时间和笔墨 这就是电视剧的好处 可以详细的讲小雷家这一帮子村干部 怎么一起在雷东宝的带领下 翻身致富 经历种种艰难过苦 把小雷家做起来 做起来之后 有人坐向其声 有人心里都想这想那 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都是在整个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无措置出现的问题 所以非常真实 极其真实 但是最后给雷东宝的结局 让很多人一难评 就是他的性格转变过于急速了 因为他毕竟进去过 他应该出来之后谨言慎行 谨笑慎为 至少是要小心一点 结果他出来没几天 他就又变得如此的嚣张跋扈 确实这是他的性格 但是他白进去了 这里面我觉得性格是应该有一个起伏的 包括到最后一意孤行 其实他一意孤行不对吗 有对的地方 因为他之前一直承诺 要给高福利的那些村民们 那些乡亲们 成了趴在企业上吸血的 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不把这一环剥离 这企业永远放不过身来 但是他最后就是想剥离 又没有剥离 最后把自己弄得脑溢穴了 还有他的这个 借父生子的这个桥段 当然我知道这个援助里面有 但是还是引起了很多争议 但这本身就是这个角色的 时代的局限性 并不是演的不好 演的非常的好 我甚至觉得在三个角色里面 杨硕的雷东宝是演的最好的 而且这是杨硕这个演员 最好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以前很多角色实在是太油腻了 在那个欢乐颂里面 那个小包总的后来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但在这一部戏里面 杨硕非常好 他把这个人物塑造的非常的真实 第三部只有33集 所以到最后为了走向结尾 为了走向一个辉煌的圆满的结尾 速度显得过快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这样结尾太仓促了 你这样结尾太草率了 而且到了第三部 很多的桥段过于的脸谱化了 很多演员的台词说出来 大家都像在做报告 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甚至都觉得 大江大河最后8.1分有些略高了 但是瑕不掩鱼 三部揉到一起看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一部史诗剧 里面前前后后出现了上百位演员 演了国有企业 非公有制经济 然后集体经济 这几条主线都捋得非常的清楚 你单拎出一条线来 都可以拍一个几十集的电视剧 所以如此体量庞大人物众多 然后又反映时代变迁的这种剧制 确实是不好拍的 在国内除了正乌阳光的孔生团队 我也很难想象其他的团队能完成这类型的电视剧 所以你说我喜欢不喜欢 我还是喜欢的 尤其是当最后一集 回顾起很多之前第一部第二部的画面 看着这些人物一路走来 看着很多人物在他们生命中出现又离去 看着整个的时代变迁 想着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种一穷二白 一点一点的大家真的是用双手 用自己的努力 用自己的鲜血 用自己的生命铸就的这么一个辉煌的热血的时代 我还是会热泪盈眶 包括今年繁花 歌颂的 向往的 让大家惆怅的 一难平的回不去的也是那个时代 虽然他们在画面上差距巨大 是用了完全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 歌颂的同一个时代 在这里用歌颂这个词我觉得毫不夸张 因为那个时代就是令人神往 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人看着心情激荡 就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就是因为回忆起了那个时代 因为我们回不去了 大概率以后也见不到了 所以我们才会想念 才会怀念 才会一难平 《大江大河》是一部有深度 有时代意义 有艺术性的电视系列剧作品 我觉得这一部作品是会被留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上的 也是值得当代的我们去回顾那个时代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倒是觉得它戛然而止在90年代挺好的 就不要再拍第四部了 让那些如歌的岁月 让那些会成大江大河的西流湖泊 就留在那精彩的时代中吧 这部作品是需要三部搁在一起欣赏的 如果你单独看第三部 确实不如前面 但是搁在一起 我觉得它是一个完整的优秀的作品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建议三部一起刷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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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